跟它比是不是比它暗 颜色偏黄 就是如果它是标准的话 就把它都得往这个上靠 对 这么比啊 对啊 每个镜头都得看 那是不是特别费眼力 对啊 这就靠眼睛去放 每个电影都有将近 成百上千个镜头 每个镜头都得调一倍 胶片电影怎么制作特效 它从拍摄到放映 中间到底经过了多少道工序呢 这些在长影就职博物馆 最新开放的洗印车间里 都能找到答案 长影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 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其拍摄的英雄儿女刘三姐 白毛女等作品 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成长 近日 长影就职博物馆洗印车间 首度对公众开放 这里是中国现存最早 最完整的电影洗印工业遗志 车间展现了原底冲洗 底片鉴定 映片制作等 电影洗印工艺流程 胶片鉴定室 洗片暗室 映片室等工作场所 完整保留了当年的原貌 包括底片冲洗 底片鉴定 还一些胶片制作等等 那么今天在里面主要展示的就是 特殊的这种电影洗印后期的一个工艺流程 比如说比较经典的《五朵金花》 董存瑞 白毛女 英雄儿女等等 从1945年我们成立洗印车间之后 一直到2012年一直作为洗印车间在使用 罗勇是长影的老职工了 在洗印车间开放期间 他将一大串钥匙挂在腰上 负责车间的日常检查 机械维护等工作 在洗印车间工作过十余年的罗师傅 曾经是一名胶片电影配光师 什么是配光师 他当年又是如何工作的呢 听罗师傅一一道来 一部电影是由成百上千个镜头组成的 但是每个镜头的曝光不一样 和拍摄场也不一样 照明也不一样 所以说它冲洗出来 在底片上就体现保护不具 有的曝光组 有的曝光 欠一点 我为了让观众达到视觉最好的视觉效果 就是每个镜头我都需要进行一些调整 要颜色统一 密度 笔质 这个就是配光 就是比 车主拍完的底片 我们先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 每个镜头每个镜头摇 这个屏幕就显示它的画面 这个镜头就显示 这个镜头的一些数据 红绿蓝 哦 这个是红绿蓝是颜色 这个是密度 这是增加密度 最减少密度 当天 罗师傅还透露了一些 胶片电影后期制作的小窍门 比如胶片电影怎么制作特效镜头 如果有穿帮镜头怎么办 这些事情如果使用视频剪辑软件的话 一键即可解决 可是早期没有视频剪辑软件的时候 电影人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这个是技巧影片机 我们叫技巧影片机 它这边啊 这边它实际上是个放映机 这边是个摄影机 它主要是拍摄一些特技啊 什么的 主要你看包括早期电影的慢镜头快镜头 没拍出来的话 用它能做出来 就比方说升格降格 还有就是片尾拉字幕 拉到最后突然间这样一下子就停下来了 那叫定格 它也是能做的 再一个就是说有一些穿帮的镜头 用它能够给掩盖住它那个穿帮的瑕疵 在探访洗印车间的过程中 我非常幸运地遇到了长影原洗印厂厂长 头发花白的它故地重游 跟我讲了很多当年在这里发生的故事 它说它们曾创造了连续洗印78万米胶片 而作废率为零的行业历史 我是79年就来到这个洗印厂 离开的时候是12年 整个一个洗印辉煌的一个过程 而且那时候我们创造了一个 在全行业非常有名的 就是说可以非常辉煌的 我们连续24小时干了11天 生产了78万米 作废率为零 这是创造的历史 而且那时候从人员的精神状态 设备的保养 人员的工作那种热情 方方面面吧 做得非常到位 这个我是永远忘不了的 近些年长影按原貌修复修缮了长影混露棚 摄影棚 洗印车间 第十二放映室等诸多工业遗址 并对公众开放 长影就是博物馆 在2020年正式被列为国家工业遗产 昔日 这里大腕云集 一步步优秀影片由此诞生 今天 历经八十余年风雨洗礼的老建筑 成为定格光影记忆的博物馆 私方游客慕名而来 置身其中便宛如 在新中国电影的一卷卷胶片中定格 并且随之 熠熠生辉 由壮延 以上